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唱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扑克般的脸孔也躲在他们背后 我不管 我再不管 要拿出最后的积蓄 找一张我七彩的勇余 要搭上往南的地板飞机 夏天应该做什么 夏天最应该做的事情 好像就是去海边 可是当天气真的很热的时候 老实说我觉得去海边像是一个酷刑 吃点很好吃的东西 小点心 喝一些饮料 面对大海 觉得哇 那感觉真的不错 在那边等着夕阳西下 所以今年夏天呢 依然等待着一场在日落西山的时候 然后海边的小野餐 感觉应该是蛮不错的 但是我最近呢 发觉一种更适合在夏天举行的 因为我总是觉得夏天就一定要野餐啊 可是夏天野餐不但是有天气太热的问题 有上洗手间不方便的问题 还有蚊虫太多的问题 尤其是今年的蚊子超恐怖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很多朋友都说 哇 今年的蚊子真的很凶耶 而且很大只耶 而且无所不在耶 好像被他一叮了之后就要难过一两个礼拜都没有办法消除 然后有的时候一叮了后 从一小包变成一大包变成一个农包 感觉真的很可怕 于是呢 我就想出了一个我觉得更有趣的 在夏天的时候野餐的好点子 就是室内野餐 之前呢 我在博士班上课 我都让学生到小学堂来上课嘛 然后到了期末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约着这个学期我们讲的是红楼梦 所以我们就来办一个红楼梦的野餐会 一定要浪漫的 一定要很好吃的 一定要有点失忆的感觉的 这个野餐会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想说 那我们要去哪里野餐呢 去大安森林公园野餐吗 还是去合体编野餐呢 就在那里东想西想的同时 就会有很多刚才我所说的那些问题 就一一浮现 就后来呢 我们就有一个男生 他就非常的聪明 非常睿智 他就说 其实哦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没雨季的尾声嘛 又常常下雨 天气不稳定 他说 其实我们要野餐呢 不一定要到户外去啊 我们如果在教室里面野餐也不错啊 一语惊情梦中人 就毫无意义全票通过 大家都觉得很好 也不管他外面天气太热 还是下雨 有没有蚊虫都没问题 而且还可以开冷气 觉得哇 真的太舒服了 于是呢 我们就在期末的时候 举行了一个室内的野餐 家里面有野餐店的人 都把野餐店带来 所以我们就把野餐店铺在教室里面 当然我觉得野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一定要脱掉鞋子 穿着袜子或者是翅脚坐在野餐店上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不能坐在椅子上 就太不像野餐了 再来呢 就是所有的食物呢 不应该放在餐桌上 而应该放在一些小茶几啊 或者是放在地上 这样吃才比较有野餐的感觉 那一天呢 学生们就分分各自带来了 他们很想要推荐的好吃的食物 有人去买了非常好吃的港式烧鸭 一整只烧鸭再加两条大鸭腿 真的是超好吃的 那我们搭配的是什么呢 是很法国感觉的咸派 还有法式的面包 还有那个欧式的像火腿啊 起司啊这一类的 那另外呢 有人煮了罗宋汤 有人煮了肉羹汤 我觉得最酷的就是肉羹汤 配烧鸭 再配法式显派这样子的组合 然后最后还有人带了 我觉得非常好吃 也很精致的绿豆糕 对 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食物 全部排出来 然后大家就坐在地上聊天 那有一个学生呢 因为他有一只宠物是兔子 他就问我说 老师那我可以带兔子来吗 我说你问问其他同学啊 只要大家都没有意见 我也没有意见 结果兔子就成为了我们的座上嘉宾 那个兔子的表现非常之良好 看起来完全就像一只兔子 不然他应该像什么 反正就很可爱 他就会到处走 然后到处大便啊 然后主人就在后面跟着手 实在是一次很愉快的夜餐 当然这里面还有学生带来的白酒啊 或者是调酒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大家就在那个非常凉爽 平均温度二十六二十七度的很凉爽的地方 吃吃喝喝聊聊 然后到最后真的是感觉意犹未尽 大家都不想离开 后来我就觉得哎对啊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野餐的方式 所以就决定今年如果有朋友要来玩 或者是要来聚餐的时候 就用这种室内野餐的方式来度过我们的夏天吧 虽然说用室内野餐的方式来度过夏天 真的是一个非常实际 又还蛮浪漫的事 但是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个期盼 就是如果能够常常去海边 那真是不知道有多么幸福呢 我们先来听大家这首歌 是张震月所演唱的 我家门前有大海 待会我们就来听听小日子杂志的发行人 刘冠宁告诉我们 到海边任性过生活 是一群什么人 发生了什么事 来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 我家对面是蔚蓝的太平洋 一只海边线 升起红红的太阳 走过一回一辈子不会忘 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 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 我家后面是雪白的雨晒 像是刷满了 像是刷满了 可可沉沉的心通 走过一周 你依旧不想走 我的兄弟 热情好友 我的姑娘 你别想红 我的家乡 充满爱和全球 下次再来 我为你倒酒 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 我家对面是蔚蓝的太平洋 一只海边线 一只海边线 升起红红的太阳 走过一回一辈子不会忘 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 我家后面是雪白的雨晒 像是刷满了可可沉沉的星空 走过一周 你依旧不想走 我的兄弟 热情好友 我的姑娘 你别想红 我为你倒酒 我的家乡 充满爱和尊重 我听到这首歌 听到这首歌真的觉得好愉快 真的有一种到了台湾的东部 花莲或者是台东 踩在那个海滩的湿湿的沙上 或是碎碎的石子上面 看真的湛蓝的大海的那种感觉 今天呢 来到我们幸福好列车 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小日子杂志的发行人 刘冠迎 哈啰 冠迎好 班娟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冠迎 又见面咯 就感觉好像有一段时间 没有跟你见面咯 好我们就从七月的 这个很可爱的主题来谈吧 七月呢 小日子依然是非常丰富的一本杂志 不然在谈主题之前 先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这一期有哪一些精彩内容 因为我们这一期 每次暑假档 我们每一年都会做特别summer 因为暑假档 就是俗气点来说 小日子其实都会卖的特别的好啊 是这样子 对对对 七八月的时候 我们会做那种特别有夏天气氛 就很着重在记录台湾的夏天 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这一期是去海边采访 就是跑到海边去开店的老板 OK 然后他们有一个同样的脉络 就是他们原本有一个正职的工作 嗯 然后就是毅然决然的跑到那个海边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这样子 冠英你知道吗 我觉得呢 独小日子会起一种催眠的作用 会让很多原本有正职的人突然觉得我为什么要待在这里 真的 然后人家就离职了 我很常听到人家这样说 是不是 就去追逐人家的梦想 你以后大家都变很叛逆 对 然后你们有负责人家后来那个追逐梦想之后 万一失败怎么办 不管都很叛逆 对 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这你们在小日子里面所呼唤起来的是很多人心里面真正想要做的事 或想要做的梦 是 而且呢我最近有的时候会去一些 比较特别的什么果酱店啊 一些比较特别的什么木座的店啊 一些特别的餐厅啊什么 只要是我觉得这个餐厅看起来有品味 我走进去之后一定可以看到小日子 耶 真的真的 很特别 使得我都忍不住想去翻一下里面 如果有我的专栏就很想跟人家说 那这样我买那个果酱可以打八折吗 他们没认出你本轮吗 当然没有啦 那我帮你把插画换成照片 不用 谢谢 好 我们现在直接来谈谈大海边任性过生活 你们分成了几个部分 其中一个部分我自己很喜欢是 都是图片 对 对不对 就是你们采访这些故事的主角 对 他们在海边生活的样子 对 然后因为我们这次的企划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写 刚刚我讲 就是我都说他们是任性大王 对 因为我就像孫娟老师讲的 我们受访者都是那种非常任性 想要做什么就会马上冲去做 完全不顾后果的那种很 很自意过人生的人 然后我觉得这一期的是 他们是任性界的天王 就是他们真的都非常的疯狂 然后所以我们第一个部分 就是介绍他们的人生故事 对 他们原本在做什么 然后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选择 然后以及搬过去住以后 实际上的感觉是怎么样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 曼娟老师很喜欢的那种 就是全部都是小照片合在一起 哎呀我知道了 曼娟老师喜欢的是前跟后 就是有很大的海景的图 跟后面是那个秘密基地 你完全了解我 我喜欢的也是代表大部分人喜欢的 因为我是一个庸俗的大众作家 好出来 我们现在就来讲讲第一个故事好了 第一个故事他其实是一个音乐人吗 我们可以这么讲吗 他是一个音乐人 很多重身份的 我觉得他跟刚刚很配 刚刚那个张正月那首歌 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原住民 然后非常有喜感 然后也蛮会唱歌 有点韵律感的那种 然后他在所谓文创界呢 或创作界还算小有名气 原本是那个地下乐团婚丫乐团的主唱 他是广告人嘛 然后也会画图写诗 就是也会做设计 然后原本他在台北 其实是工作量蛮大 然后有一年就是没有为什么 他就觉得大海在交换他 因为他本来就是花莲人 而且他本来就是住在七星潭 旁边的一个小渔村 对 然后他爸就一直啰嗦说 他作息也不好啊 身体也不好 要不要回去休养一下这样子 然后他后来就毅然决然 那个时候还小朋友还小小的 两岁的儿子 然后两只猫 一家可以说是这样子几口 五口 三人两猫 就这样装上卡车 就回去了 完全没有什么 就是他们其实都没有一个 说多脉络 多厚重的一个原因 促使他去做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你一个念头 我现在这样不做 我真的会来不及 或我真的很想做 然后他们就是那种 那个开关跑开以后 真的会去做的人 对 可是他去到了那边之后 他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呢 一开始 这个问题就是 这段还蛮现实的 但我们通常 房间认为我们很梦幻 但我们这次都采取 把他们的烦恼写进文章里 要让大家做点借镜 是 那个他叫中立 李中立 然后中立他就是回到花莲以后 有一阵子过得还蛮焦虑的 对 因为都市的生活节奏过久了 你就会觉得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情 然后时间表是一个接一个 然后到花莲以后 所有东西都松开了 一时间找不到生活中心 然后而且他是突然跑回去的 所以他其实他没有想好说他回去以后 要怎么营生 要怎么谋生这件事情 果然是没有深思熟虑的 一直冲动 他是冲动冲回去的 但是五口也这样移回去了 所以他那阵子还蛮焦虑 然后可能就花存款这样 但是后来他们就做了一个还蛮大的改变 就是后来他开了一间民宿 这间民宿其实刚开不久 他就是那个他爸妈留给他在那个七星潭前面 就是海岸上要下海岸的地方有一间小庙 然后他的老房子就在庙口前面 所以他们的那个Hustle就叫Mio Cow Mio Cow Hostel 我没有再讲台语哦 他真的是N-I-A-O-K-O Mio Cow 曼妞老师你可以发一下吗 Mio Cow 很好 就是Mio Cow Mio Cow Hostel 然后他那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房子改装的案例 然后因为他们的房子的view 又可以看到那个秒 又可以看到那个海 所以就是我觉得实际是非常台湾风味的那种 那个老房子的经典的案例 然后当然就是因为中立是一个创作者 所以房子的整修也是他一手去改建的 然后后来我觉得他的整个关键是把那个Mio Cow弄好以后 他就整个生活比较有重心 然后依随着那个民宿做生意的作息 然后也维持创作的节奏这样子 我觉得是还蛮特别 所以从这故事里面我们是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啦 就是如果只是有梦想的话 你到了现实生活里面一定就会感到非常的焦虑 所以不管你有多么大的梦想 这个底层还是要有一个现实 他作为职呈他路才能走的一位 真的 因为像他就是标准写出来 他现在过了虽然很好 然后他也找到生活重心 因为他就住在海边 所以有一夜就是他抱着他的小朋友跟他太太 就从七星潭的海的步道走下去 然后每天他们都可以直接去七星潭散步 但是这中间前面那段真的是挺煎熬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看的这本书想要去做这样的生活转移的时候 都是要先准备好 对而且我发觉蛮多返乡啊 或者是改变一个环境 就是从台北离开 或从大城市离开去移民 我觉得很多人他们的梦想的下面 他们最后都会开一个像民宿或是咖啡馆 或是餐厅这一类的 但是我个人的观察 其实像民宿或咖啡馆 如果你要移居用这样子的业种作为经济支援的话 老实说我的观察其实这并不稳定 然后其实像他们这样子的移居者或是返乡创业或是异乡创业的人 他们其实都有一个我觉得是设计或是插画 或者是文字工作者 对 他等于他的工作 他有专业的 对他是可以带着走 带着走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这样子的经济结构会比较稳定 我们要相信社长的话 你知道因为他是专门在学这个 对 财经啊 本轮是财经背景出身 真的 所以活不服的下去这件事情很在意 没错 我只要看到把小日子经营的有声有色 越来越厉害你就明白 他真的是很厉害 要听他的没错 是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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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听到这首歌 感觉多好 是不是一下子 也把你带到了碧海蓝天呢 这是陈建年所演唱的海洋 你所搭乘 那是幸福哈列车的 第一个下事 我是列车长 专门娟我们邀请到的是 小日子杂志的发行人刘冠英 欢迎继续来跟我们聊到海边 任性过生活 这是下日子7月号的故事 是 因为我们这次就是很着重在写 台湾四周的海的海景跟生活 因为我觉得 我们一直都很着重在记录台湾的事情 因为台湾四面环岛 我觉得任何一个 其实在台湾成长的人 对海都会有固定一定比例的印象 就是你对台湾的某一区的海 应该会有特别的感情 或特别喜欢 对 没错 所以我们这次找了例子 就是遍布在台湾各四周 然后像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个 它在三只 三只海域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受欢迎 因为好像是 对 它没有特别的适合细水 然后也没有特别的蓝 但是因为三只那边的地形 所以有一些山景跟海景离得很近 这个还蛮特别 然后这个主人他叫韦德 就是韦德 韦德先生呢 他也是三十几岁的时候 跟他太太跟儿子 就是搬到三只那边住 然后他人生转折是 他本来是做生意的 然后有做过那种批发 然后企划 然后三十几岁的时候 他们就是人生很迷惘 然后通常我们的受访者都会 那个起点都是人生很迷惘 对 人生很迷惘 这是一个很好的转机 对不对 因为他们人生很迷惘 像我们的受访者有一个类型 我觉得就在迷惘的时候 他们会按站停键 但很多人会选择 继续让自己机械式的滚动下去 但会变成我们受访者 通常大家都会非常用力的按站停键 按到他把自己事情想清楚为止 然后这个韦德就是疯狂按站停键那种 然后他就按了以后 带着他太太就搬到三只那边 他想要休息一阵子 然后就在那边调养身体 他说他本来鼻塞跟眼睛过敏都非常严重 严重到他有一阵子觉得他的嗅觉没有 失去了 对 然后一直很累 然后又那个住在downtown 就是都市中心 然后就觉得鼻子跟整个那个五官都很不舒服 所以他们本来是一开始抱着一个调养身体的心情 就搬去三只那边住 然后他们在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还蛮知名的电影场景的附近 就大家所熟知的周董周杰伦的 不能说的秘密 他有一个跟那个桂伦美在那边很浪漫的来呀来呀来追我呀 的没有桂伦美没有这样说那是我心里OS 不好意思 就是桂伦美在前面跑 然后周董在后面反正就是青春的追逐的那一段非常长的阶梯 只要有看过那部片的人应该都有印象 他们就是在一个山芝的山区 磅海的山区 然后有很错落的阶梯的住宅区那边 然后魏德跟他老婆就搬去那边 然后过了一阵子以后才开始搬来第六年 中间前面也休息 然后一边有继续在工作 然后第六年开始他们就决定在那边开店 因为山芝的空间很大 然后房租相对便宜 他们就开始经营咖啡店 然后做一些手作的物品开始卖 然后他们的店叫做对卫生活 就是他那个时候有跟我们分享说 他想店名想非常非常的久 一直处于想不出来 因为他就觉得他在一个这么浪漫的地方开咖啡馆 是不是应该想出一个那个非常浪漫或非常孤独 非常寂寞 然后非常文青的名字 但是他那个时候就词穷的想不出来 要什么样风格名字 但是他后来一看有一次走在路上看到对卫这个词 本来是卫子的卫对卫 然后他就觉得这就是他搬来三支 然后到现在这几年人生在做事情 他在找自己人生的卫子 就是对到卫子这件事情 他觉得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然后他们因为店里也有卖吃的 所以他就把那个店名改成对卫道的卫 他就觉得每个人在找自己人生的卫子 也在找自己人生的卫道这样对 然后我想要顺便帮卫的工商服务一下 因为他说他们那边附近 就是那个来来追我呀的那个场景 那附近 因为很漂亮 然后最近有一些闲置空间 欢迎有想要跑去海边当任性大王的人 可以去他们那区看看 他不是房东 他只是推荐大家去那边一起工作这样子 嗯 而且那附近好像还有萤火虫 对对对对 老师去那边玩过 有 我有去过那个什么林山鼻是不是 林山鼻步道那边 对对对 OK 那边真的是很漂亮 对 他们那边的生态其实保持的很好 嗯 然后除了假日的时候 那个周董电影场景那边的人会特别的多之外 其实平日是还好 就以生活机能上来说是很悠闲 嗯 OK 好 而且这个是在新北市 其实距离我们台北也是蛮近的嘛 对对对 因为所以他有一阵子搬过去的时候 他是用那个往返的方式在同情 嗯 就是还在台北市工作就这样回来 所以这是一个阵痛期可以采取的方式 你可以去试试看你到底能不能习惯过那样子的生活 嗯 所以他是煮咖啡 而台北还是做烘焙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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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老师说的 老师真的超会诠释 我每次来上老师的节目 都觉得我废话一堆以后 然后老师就做一个超突出的眉皮 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羞愧 你人真的很好耶 你人这么好 我们这样子好了 太感人了 因为今天呢 我们是现场节目嘛 所以为了表示我们在现场 今天是Live 是Live 那现在才知道我们是Live 我到现在发现是Live 你刚刚讲的话都没有剪 我告诉你 我刚刚在那边怪腔怪掉 我想说那个制作人会帮我救救我之类的 并没有 而且我们现在开放现场call in 如果你是小日子的杂志的读者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小日子的幕后的藏经人 幕后老板 不是幕后啦 你目前也是老板 我们发行人惯你 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小日子说 或者你去过小日子的店 直提店铺都可以 你可以打我们的现场call in电话 我们就会把这本小日子最新的7月号杂志送给你 我送给他们之后我还会有吗 可以 因为你会再寄给我吗 对我寄给他们 不要忘记寄给我 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小日子这本杂志我们会留在我们的电台的柜台 好我们的现场call in电话是83693398 天哪赶快打电话进来 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小日子的发行人惯言说的话 比方说你喝过他们家的饮料啊 觉得有什么意见啊等等之类的 或者觉得非常喜欢去小日子逛街买东西 像我本人就这样 我没事我不敢走过你们的店 因为我如果走过去我就会忍不住进去逛 我如果进去逛我一定会买东西 老师上次来我们店里做那个直播嘛 然后老师真的是女神 因为老师在店里逛 然后拿起一组筷子 你后来好像有买 然后就拿起来筷子 然后在镜头上随意的晃一下 然后说筷子很漂亮 就后来筷子卖完了 真的还假的 对啊 多到我们店里来晃一下 好好好啊 但是要先把手绑起来 这个要买那个要买 买了一堆的东西 好我们等一下要来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是跑到兰宇去开冰店的女生 她是女生对不对 她是女生 我觉得她整个就是在拍电影 她超酷的 就是她把她的人生当成一部电影一样来拍 我们待会儿会继续 再跟我们小日杂志的发行人刘冠宇来聊一聊 接下来到海边卖冰的这位去兰宇发展的姑娘 她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是Seafer所演唱的To the Sea 好像到了夏天大家都会觉得应该要到海边去 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却总是在海边过生活 就像我们今天呢 邀请到的是小日子杂志的发行人刘冠宇 欢迎他们这一期呢7月号的封面故事 就是到海边任性过生活 那同时呢我们也开放了现场的call in电话 您打电话进来跟小日子杂志的发行人刘冠宇 聊一聊你对于小日子这本杂志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现在在线上是不是就有一位朋友 喂 听得到吗 你好请问贵姓 我姓杨 杨小姐你好 是 曼娟老师好 还有那个刘冠小姐你好 你好杨小姐好 你好 其实我没有到过你们的店 因为我女儿她是学艺术的 所以说她有的时候就是会买一些杂志回来 那我就都会翻阅一下 我觉得你们的杂志真的是很有用心在那边写东西 真的是不是杨小姐真是我的知己 因为我也是因为她的关系 她因为她常常会买一些这种书回来看 所以说发现这本书不错 可是我是我不晓得她有没有去过你们的店 可是她就是到处她每次就到处闲晃 因为她现在是那个自由创作嘛 所以说她都会去到处看看什么东西啊 演讲啊什么的 所以说她 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很用心做 所以杨小姐我真的很建议你啊 下次可以跟女儿一块到小日子的实体店铺去看一下 对我会 你一定会非常喜欢啊 因为女儿一定也很喜欢 因为女儿是学设计的 对不对 其实您的节目里面常常有介绍一些什么 我就赶快拿一支笔啊 有的时候来不及写 我都会赶快告诉她说 那个曼权老师说了什么什么 怎么拿一本书 我怎么样 你赶快去说 是哦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非常的好 谢谢杨小姐 我们会把这本杂志留给您 好 那么我们企划会跟您联络 好不好 谢谢 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拜拜 好 来关于我们最后再来介绍这一位到 兰语的海边去卖冰 为自己创造一个偶像剧生活 是这样吗 对她真的是叛逆大王 这个她的绰号叫汉堡 所以她叫林汉堡 她是一个女孩 因为通常如果你只看故事 或者是她的照片的话 因为她有一些就是在海边的照片 但是就是她的人不是很明显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故事狂野道 你觉得男主 应该是男主角来主演 然后那个汉堡同学呢 他本来就是在花莲玉里打工过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他就去担任那个服务 就是照顾跟陪伴老人的机构去担任志工 然后就有一段时间 就是在音乐计会下 就去兰语的那个老人居家护理的 那个协会去接触到 然后他看了那个老人居家护理的作者 又写了一本书叫选择生命被看见 然后他们去做那个老人志工的时候 那个作者有分享一句话 然后深深的感动汉堡 我觉得这句话也令我很感动 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他说我希望他可以跟我 一样爱上这片土地 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而是为了生命的呼唤 但要去体验这种东西 必须先跟老人家有感情 他们在那个兰语当地 就是生根很久 就是这个老人居家护理的团体 所以汉堡读到这段文字以后 他就深受感动 然后就按到开关 然后就跑去兰语了 然后他去兰语居家光华协会工作了一阵子以后 然后就做行政啊 计划啊 先是在那边做了一阵子 大概一年多以后 他就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他想要跟在地有更深的连结 然后还想了半天 他就决定开一间跟社区连结性很强的店 所以因为兰语大部分时间是很热啊 除了秋冬之外 所以他就选择很合理的选择开了兵店这样 导名兵果店 这个名字听起来也很复古 对对对 然后他所有的就是 如果读者有看到我们这一集的杂志 可以看他 他的照片可看性很高 因为非常的复古 是没错 你从照片就可以判断出来 他其实他是一个女孩子 就是徒手打造这间店的 能够那个用人工完成的方式 他都完成了这样 但他的兵级不马虎 他是用 都是用品质比较好的东西 像老师现在的那个 一直盯着某一页的抹茶刹冰 一直看不见 好美哦 真的 老师每次翻到食物的东西 就立刻定住 这样子你的粉食会对你的 失望对不对 对对对 没有我只是刚好翻到 对他的刹冰就是听说非常好吃 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兰鱼 然后这篇是我们编辑去采访 然后他的冰就是卖相很佳之外 因为他的用料很好 所以口感其实是蛮好的 然后他的在地连结方式 他有时候会在店里面做很多创作跟艺文活动的连结 因为他想要让整个岛上的人文风景更丰富 所以他有时候会办露天电影院 然后也会办一些表演会 像音乐会那种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的名字很好叫做 不是陌生人好不好的音乐表演 对 我觉得他真的整个初衷都是很连贯的 对啊 就是他希望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然后因为他做生意之随信呢 就是他在里面文章里面有讲 就是他说他有时候会突然很想要游泳 或突然很想要潜水 我不知道游泳这种感觉 为什么会突然 突然想 他就很突然的就非常想要游泳 现在不游不信 然后就会把店留给客人 他就去游了 自己去游泳 他就会突然拿起泳具 或是拿起潜水的装备 然后就跟客人讲说 你帮我顾一下店 那迫不及待 很像美人鱼 不跳进去 就马上去游了 然后客人会帮他顾店这样 但因为这样子的人跟人紧密的 连结跟互动方式 所以他也有很多死忠的客人 然后包括他所做那些艺文活动 跟举办的创作展览等 我觉得虽然规模并不是很大 但我觉得对于党兰宇这个地方 他是非常恰如其分的一个存在 没错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像他 他是外来客 外来客去当地做生意的时候 我觉得像汉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就去想说 因为这个地方 他本来好好在那边 你是从外面后来加进来的 我觉得永远要去想说 这个地方 因为兰宇一定不缺旅馆 或者是冰店或是咖啡馆 他一定不是第一间 但兰宇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店 是他们需要什么 而不是你自己的需要 摆在比较前面 我觉得汉堡他做整个店的计划 跟他经营店的方式 都是把蓝玉摆得比较前面 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很感动 对 而且他养了好多狗 超多 而且狗不是应该要在雪地里面拉雪橇 对对 他的哈士奇 对 哈士奇却乖乖地站在他的店门口 对 他拉斯奇很妙 对 守着炙热的阳光 他养的动物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在那个店旁边 然后形成一个野外生态 然后我看到一张照片是 在一片夕阳西下的海边 有一个房子张挂着一张 一个好大好大红底白字的冰 然后一群人就围绕在这个地方 非常贴近海边 对 在听音乐 我就觉得 哇 这张照片看起来真的太梦幻了 很浪漫 因为他们就是在海的旁边 完全没有隔开的 对 然后夕阳西下的时候 就在那边音乐会 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非常接近大自然的方式 而且在海边还会有潮汐的声音 是啊 所以我就读完了这一个 这一期的小日子之后 就使得我有一种立刻想要去 蓝语看看的那种冲动 对 我觉得超酷 而且我们后面有一个 就是编辑这次有 第一 第二part 就是有介绍很多秘密的景点 对 我觉得有一个 我自己从来没有听过 很酷 然后叫台东叫八翁翁 我听过 我听过 那边真的很漂亮 对 我很推荐读者 跟听众们可以上网 Google做一下功课 去跟那边看看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小日子杂志的发行人冠淫 来跟我们聊一聊 七月即将到来了 到海边任性过生活 能够得到多大的快乐 谢谢你冠淫 谢谢 谢谢老师 我们先听到 是陈宁瑞所演唱的 明天开始休息一下 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 陈宁瑞我们一会儿见了 那什么都不想 要做的做不完 明天开始 也不晚 其实 我是忙不过来 要专心发呆 感受现在 让未来留在未来 我的坏习惯 我的坏习惯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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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护致 我护臣计划 可我更赴重变化 护重现在的相反 为什么 我拯救 我失败 幸福